啊 放了 你绝对疯了你 你敢咒我妈 你看我今天打不死你 你爸 我告诉你 你完了 你他家大事啊 你知道这是他吗 你敢在这儿打我 你今天打不死我 我告诉你 你就得死到这儿 我姐夫不会放过你的 我告诉你 行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 这家公司老子已经买下来了 啊 你说什么呢 买公司 你做梦呢 你个穷鬼 你做梦呢你 怎么 不信啊 你连你拿原费你都逃不去 你还想买公司呢 你知道这公司值多少钱吗 就你 你真的是疯了 你疯了 你绝对疯了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现在 你现在给你姐夫打一个电话 你看看 这家公司 姓慎名谁 打 我 是你姐夫的吧 接啊 接 你要能买起这公司 我去毛坑里指使我 喂 姐夫 我把公司卖给丁一了 这 姐 姐夫 你 你开玩笑的吧 你没听到吗 我说我把公司卖给丁一了 不 不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不相信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赶快收拾收拾搬出去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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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夫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用得要跟你商量吧 不是 喂 喂 喂 姐夫 喂 喂 哎 刚才 谁说要去厕所里吃屎的 啊 丁一 你 你怎么做到的 我怎么做到的你不用管 现在 是你自己去厕所把室舔干净 还是我亲自 我端过来喂给你啊 不是 这 这 这猪还还还 这不能讲这 麦克斯 这公司是只商议呢 你连20万能逃不出来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凭你这个猪脑袋 你能想得通吗 啊 滚蛋 啊 丁 丁总 嗯 你看 我还能不能当总经理 我 我跟着你干 可可以呀 可以 可以 但是 你现在去厕所 把室都舔干净了 舔干净了 再给我干 啊 你 哈哈 滚 你等着 你等着 哈哈哈哈 姐啊 怎么不高兴啊 我能高兴得起来吗我 你就放宽心吧 妈不会害你呢 让你嫁给有钱人怎么了 以后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 而且啊 年龄大死的快 等他死了 这钱以后不照样是你的 你说你嫁给丁一那个穷包蛋有什么用的 哎 说到丁一啊 我今天又见到他了 又把我打了一顿 哎 这个丁一啊 哎呀 你就闭嘴吧 行行行 我闭嘴 但是姐 一会儿香气啊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成功 我和澄澄能不能结合全都靠你了 小慧 我真的是后悔 我后悔给你钱 让你买车让你买房 你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行行行 你还要怎么说怎么说吧 反正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就行 哈哈 事业算什么 只要有女人玩 我一切都不在 哈哈哈哈 哈 哈哈 哈 哈哈 哈 呀 呀 哈 呀 我要 古董 我家里边漂亮多了 谢谢啊 我先做这事 比人姓张 虚岁 我这个人优点呢 只有钱 缺点还是有钱 我姐夫身价几个亿 我呢 也有点 几千 那张总您还挺有钱的啦 不值理提 不值理提 莎莎小姐是歌手 我什么也没做 哦对了 我还没离婚呢 哦 没离婚就出来相亲啊 嗯 你要是介意的话 那就算了 啊 没没没没 哎呀 莎莎小姐 我不介意 你这么漂亮 这红爱情 我也是能接受的 啊 你干什么呢 啊 小小小姐 你的手 还真好 真嫩呢 啊 哈哈 要不算了吧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哎 对 合适 我觉得我们很合适 我有钱 你有言 不是天生的 啊 哈哈 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合适 哎呀 合适啊 那 开 开什么家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哎 我觉得晚上就想得到你了 还不像 嗯 哈哈哈 张先生 对不起啊 我觉得我们真不合适 你要再这样 我就走了 我给你钱 啊 张先生 我觉得你在侮辱我 你在这跟我 她们装什么装啊 你什么能 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 李大秦是你妈的 怎么了 你妈来找我的时候 一口一个钱 恨不得我只要你掏钱 就把你送到我才能让 你这儿不能够死 抱歉啊 我真走了 啊 你说走就走 我懒得理你 我懒得理你 站住 你干嘛 我听得了 你以为你跑了 嗯 你 你放开我一个禽兽 你在这儿喊什么喊 你装什么矜持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嗯 只要你就晚上赔了 这些钱 嗯 对不起 嗯 嗯 这秦双你还试验吗 你 你 放开我 你干什么 秦双你 你这个叫我好 我也没用管 因为这个店是什么 救命啊 救命 秦双我必须别答应你 哈哈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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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